今年4月份,周扬青在微博中发布了毁灭性的长文, 揭露了罗志祥与旗下女艺人简凯乐的不为人知的关系, 让痴情9年痴恋艺人的人涉土崩瓦解, 还被扣上了渣男的帽子。 周扬青发文之后,很多群内容女艺人都纷纷站队力挺他, 一时间罗志祥成为了重视, 在微博中公开力挺他的人不多,几乎是没有, 而还有不少落井下石的台湾女艺人和模特, 纷纷发声曾被罗志祥发短信撩, 连极限男人帮的好兄弟孙洪蕾, 还和妻子王俊迪一起点赞了吐槽罗志祥的相关内容。 虽然事后,孙洪蕾方面解释的手滑, 但夫妻二人均手滑, 还是让他们成为了网友吐槽的对象, 就两个人在节目中的表现和平时互动来看, 这种低级错误确实说不过去, 今年罗志祥生日, 极限挑战的兄弟们都集体晋升了, 没有在微博中为他送生日祝福, 而孙洪蕾生日时, 曾连续五年为他庆生的小猪, 也没有任何表示, 网络中也有流传着两个人关系决裂的消息, 并将其原由归咎于周扬青的举动。 然而, 罗志祥虽然没有像男人帮其他兄弟那样 给予孙洪蕾今年生日祝福, 但他的一个举动还是揭露了两个人目前的真实关系, 并没有决裂, 他点赞了孙洪蕾的生日动态, 虽然不是第一时间, 但点赞还是证明两个人的关系没有变坏, 而有关两人决裂的消息, 也是网友过分解读而已, 两个人目前关系依旧还好, 周扬青宣布了与罗志祥分手之后, 随即在所有平台取消了对罗志祥的关注, 而罗志祥的态度与此大不相同, 甚至有些让人捉摸不定, 不管是哪个社交平台都没有看到他取关周扬青, 就算周扬青后来曝光了他的全部黑料, 也没看出他有一点抱怨的意思, 给人的感觉就是对周扬青并未计较,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罗志祥在520当天的表现, 居然发布长文送给周扬青, 一时间网友们纷纷猜测这是罗志祥在向周扬青请求复合呢, 不过周扬青似乎不为所动, 没有回应罗志祥的长文, 后来有那眼尖的网友还挖掘出罗志祥点赞了网上支持两人复合的投票, 即使到了7月中旬, 还有人发现了他们在同一时间更新照片举动, 并且在这个社交平台, 罗志祥关注的人依旧只有周扬青一个, 这才过去几天的功夫, 罗志祥就在全平台取关了周扬青,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快刀斩乱麻决绝, 是不是意味着两人从此再无复合的可能, 那么, 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 你觉得他们还有复合的机会吗?